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建制派有什麼部署 不過我覺得吳亮星議員處理得很混亂 我真的覺得不宜 如果政府不想撤回 我也不贊成政府撤回 不如他請副主席 叫劉偉卿議員幫他處理 因為過往高鐵劉偉卿議員 雖然那個項目都拆責了連 但都通過到 我相信劉議員如果負了主席的責任 他都會公平處理 是否覺得他處理這麼穩 反而激化了衝突 如果在他處理的 你估計是否能夠 我對於這個就擔憂 你不擔憂 你不擔憂 他處理得最混亂是誰 或者這些投票是不贊成 縮減的 那些分工是否會支持他 你會說 你會說 我想說一說 今時今日這個政治形勢 做財委會主席一點都不簡單 是需要一個非常之熟書 很熟議事規則 還要花很長的時間 開會之前 想完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怎麼做就怎麼 怎麼做就怎麼 還要充分與建制派議員去商討 事實上我感覺這些事沒有發生 他到最後他說這個議案我們終止下次不談 我也不知道他在說哪個議案 是說優會議案卦 但又被人的印象好像在說新界東北 整體來說他在這方面真的挺有問題 剛才我們投票的意向 那時候已經剩下七、八個字左右 如果真的減到一分鐘的話 其實除非你是不讓他第二次發言 如果你每人講一分鐘沒有第二次發言 我們感覺上他們情緒化得很厲害 我們也關注外面的社會反應是怎樣 因為時間無多 所以你得不到客觀效果說今天可以有機會表決的話 而到時又搞到外面覺得好像那個程序不要認真跟蹤 就覺得好像不是很值得 事實上三分鐘他講不完 我覺得在時間管理方面 他除了要跟建制派的同事溝通之外 也應該跟泛民的同事溝通 就好像曾育成主席那樣 曾主席的時間管理都不是基於議事規則的 是基於跟拉布的同事有個共識的 所以他應該如果他處理得是被人覺得公平些 那就議會的氣氛會好些 我會跟他說一下 既然現在搞到這樣了 不如等副主席做吧 是否更為公平足以來的好者 在裡面的主席做法 是講求任何想法 進行為公平的主席 他在他的主席 他應該是公平的主席 他應該要來做了 當機場有出席 他應該要去做為公平的主席 他應該要來做公平的主席 over the funding approval for the express rail link and although that dragged on for a couple of months she did competently bring it to an end so I think we should give Ms. Lau a shot at this problem 你會怎樣要求嗎? 我不會 我沒有要求的 我提出考慮 也會跟政府說考慮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